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获利方程式 在今天 降渐指数中场又以上涨36点做收 然后最高 收盘价在9316点 曾经最高来到9,324点 我想关于后续的盘市格局 在昨天 创下了9316的一个新高 并且取出了1279亿元 去过了9309 过去马总统上任以来 这两年的一个高点 他已经去确认了 刘老师过去花了三四天左右 帮大家架构 加权指数中期的一个波段 我一直跟大家报告到说 关于中长线这一波多头的架构 因为在9859 在波浪形态上面 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 9309没有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报告说 我告诉你说 都从这个位置点 在一个大长线的多头 中期的一个架构里面 这还是一个两三天点的一个 多头向上的格局 好 你可能是听不下去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的数据 一点一滴都是支持我们的一个看法 所以现在唯一的变数是FOMC 那这个变数排除了 我认为6月下旬 大概最大的风险 就会很正式告诉我们 宣告去说 没有太大的一个风险 好 基础哪里的问题就是说 买买什么股票而已 好吧 因为昨天已经正式地化解了 整个所谓量价背离的一个疑虑 果然今天加权指数中仿就以上涨36点 再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真正是敢买就会赚钱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买对股票 所以关于大盘中级的局势 我还是不会跟大家聊太多 我认为唯一的问题是买什么股票 来去帮助你去因应第三季 这个季度的一个行情 因为我认为全年度当中 最量的一个行情就在第三季 第三季的操作 你只要掌握一个原则 跟着资金的一个流向走就对了 跟着资金的流向走就对了 尤其当FOMC会议 这个风险已经确认排除了 所以接下来几天 如果盘中有任何的震荡 我不太想跟大家谈这个震荡 是因为今天加权指数取高 可是成交量没有取出来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 这背离背离背离的过程里面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说 这到底是一个短波 攻高之后量加背离就回挡了 还是只是一个背离的错觉 因为它在你没有看到的 后面这个波段里面 它其实现阶段这个过高 过9220 它是一个大长线的一个主身段 当中的刚刚突破 所以你觉得过9220量没有补出来 可是原来它是一个自己一个主身段 有一个量能潮 它后面会把成交量能补出来 它后面会把成交量能补出来 所以今天假设你还把自己 放在所谓的一个量加的疑虑上面 刘老师一直告诉大家 量加不会同时到底 这句话是对的 可是只对一半 因为你没有把你一个中期后期的波段 一个趋势把它确认好 那中期的趋势波段是什么呢 杜老师其实在6月17号 我们那天那个盘后 我们就跟大家聊到 就是这个节目跟大家聊到说 其实这个盘只是在等待FOMC会议 结论出来之后 下半周我在里边一一就跟大家预告说 下半周会开始喷出一波向上的一个行情 这是6月17号的一个盘后稿 当天告诉大家说 适用于隔天台子期货结算 6月18号 那你可以看到低任报价持续走高 台积电收盘的最高价 已经来到125块钱 那已经过了前一步的一个整理平台 看起来就是要拉高结算了啦 再加上唯一的变数是美国联准会 连续两天要进行一个开会的动作 那市场在观望等待开会的结论 所以我们超盘式研判是这样 就是说这一次在缩减百亿元购买资产规模 大概已经是共识了 它已经完完全全反映在市场价格之内 那如果这个讯息按照刚好缩减百亿元 全部都有预估到 那国际股市会把它当成短期的利空出境 好 你可以看到 这是昨天的道琼工业指数 在消息一排除之后 整个短波段一个下探的0.618 一根中长红直接贯穿 而且也把过去的这一个波段的整理平台 整个做确认 大箱形会整个波段的一个向上对应测量 好 所以真的要买了 投资没有可能就是倒数这几个交易日 挑好的股票来买了 因为我认为六月下旬马上要结合一波 投资做结账的一个行情嘛 好 你可以顺势的搭上这一波顺风车 再加上第三季我们一直跟他报告 如果要选几行情 今年最亮眼的大概是在第三季 好 所以投资朋友 大家都担心升息 那富途一是股债资金排挤的一个效应图 当债券市场反转的时候 反而有利于这些债券的资金 全球的证券市场 如果有500兆的话 其实大家都在追踪 美国四大指数 如果你平常在操作股票的人 大家都只是注意 美国四大指数的涨帖幅 欧国的涨帖幅 其实全球最大的证券市场在哪里 在债券市场 超过一半的资金 这中长线的资金 外置的资金 都放在这些债券的市场 好 那如果你也已经看到说 接下来一年的时间 像昨天FOMC会议 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是说 再一年的时间 这一次联准会收减百亿元 已经提前反应了 所以全球资金其实在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联准会 好 关于后续的一个经济展望 到底是如何 那以及升息的时间 有没有可能提前 那昨天的谈话内容是说 这升息的时辰 有可能会再往前压缩一点点 所以类似前面两天的震荡 只是一个短空长多 实际上面 那要是在礼拜二的时刻点 就告诉你说 拉长时间来看 你可以看到是降息的话 全球反而容易走崩盘 那如果是升息循环 全球都会大涨喷出主身段 投资朋友 今年中下半年 我们台湾有可能会领先 国际股市先升息 那所以台币也可能会因此而 做一个向上带动的动作 那所以这代表一个中长线 这一波多头的架构 还在持续向上扩延 现阶段我们就看长做短 我现在告诉你说 这个盘式格局 至于第五波一定会过万点 还会涨到两三天前的走势 问题是 那是多久 某年某月某一天的事情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个季度一个季度 来掌握这个行情 更重要好不好 那既然最亮眼的 就是第三季的这个行情 比如说 其实刘老师在5月21号的时间点 就跟大家提到 金融股唯一的利空变数在福茂协议 你要利空布局 投报率超越远超预期 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一则 为什么你今年的投资组合配置里面 一定要配置金融股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聊 但是呢 在金融控盘状况之下 5月22号 当加权指数 突破三角形收斂形态的时间 刘老师是不是告诉大家 这一波盘式格局 由8800点的三角形压缩出去之后 这个盘式格局是单偏喷出 一路向上的多头走势 从8800点到今天为止 已经涨了六七百点了 所以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现阶段 对于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是 其实你需要一个真正专业的操盘团队 来当你股票操作里面的幕僚 那你还找不到投资方向的 刘老师刚好结合着今天 那6月19号加权指数 占一个交易日 首稳9309 这一个中期的大趋势的光卡 也确认突破了 所以现阶段唯一的问题 很可能按照刘老师 帮你去规划的 只剩下资金怎么轮动 买什么股票 卖什么股票的一个问题 好的最重要 那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台币要去线图的一个走势 那这是3月下旬台币的位置 这是现在6月19号台币的位置 你可以发现到这一个季度 台币有这样一个缺口出现 你要注意财报的效应 而且这一波环市格局 如果按照国际股市资金的变动 开始要走台币升值或资金 转往的 类似像我们台湾的一个市场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盘在这个位阶如果再跌破 那会确认它加速向下的行情 速度就会非常快 那如果它跌破了 也代表选举行情会正式启动 好不好 但是我认为这个差距出来 也代表持续进入第三季 你的投资组合一定是绝对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最近这个是6月17号的下半段时间 如果接下来一年时辰进入升值循环不变 会比法人投资调整组合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国际股市资金买超动能 已经大于在市的买超动能 其中新市场股标型基金 上周已经转来大幅度的买超是7.47亿美元 机构主人是主要的买家 那这是今年4月以来最大的一个买超量 印度是买超的冠军 我们台湾是买超的第二名 所以最近期台湾那个表现 为什么超越南韩 因为台币即将在年底7合1大选结合 今年年底很可能有福茂协议的内容 我认为从第三季 就是正式展开下半年的行情里面 盘命格局的脉络 绝对跟上半年的行情 完完全全不一样 所以徒师朋友 我认为接下来所有的问题 只在于你买什么股票来帮助你 这盘式格局如果真的要公换点 要买对股票 比方有的股票从180块跌到现在 剩下130 刘老师帮你去布局的股票 第一季自贯是涨了一倍 华雅科27块钱又涨了一倍 是在第二季 我希望接下来我们新挑出来的这一批直股 第三季一定也要帮你找到一两档股票 类似我们第二季的一个绩效一样 那这个持股布局的方向 其实我上个礼拜之前 已经把国际资金很可能 大户主力实务群 以及真正国际市场现在投资的主则 脉络 类股制度群 我都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过去三天的走势 是在帮大家建构第三季 整个行情 我们超凡市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想 所有离心要帮大家 离心这件事情 主要是我认为 在第三季我们认为说 要掌握起来难度 应该会是今年度里面 最好做的一波行情 最好做的一波行情 所以既然国际资金的调整脉络 有一些变化 你顺着这个盘式格局去变化就好 这是6月17号 提醒你这个盘式格局突破 大概行情就直接往上了 刚刚讲到6月17号 我告诉你说 隔天6月18号是台子期货结算 6月19号凌晨有FOMC会议 总之有重大各项的利空都告诉你 在后面几件要发生 可是说这时候你发现什么事情 唯一的看盘重点 我跟大家报告 只要1125亿 这个盘式格局就是白脸中烫红了 结果隔天18号有没有白脸中烫红 好那你认为 降息会是一个利空 今天股市大概在昨天做结账行情 结算之后 今天大概先跌再说了 对不对 好投资朋友 根本没有低点让你买 这个盘式格局 早就已经利空反应 昨天道雄工业指数 一根大长红向上 所以 总之后你可能会每天每天 再转折各种电视频道的一个分析跟脉络 那有些人会偏用技术分析 有些人会偏用产业的分析 总之一下多一下空 你自己从头到尾是找不到一个方向 其实我认为 关于整体的盘式格局 每一波包含国际股市的脉络 包含债券市场的影响 包含每一波全球市场股会市的一个变动 包含每一个季度大盘要走的一个主轴 刘老师的操盘团队全部都是事先 分析给我的会员朋友买 你这样才可能扎扎实实的 咬住志冠大赚一波 咬住华雅科大赚一波 所以刘老师现在帮女星挑出来股票 我已经花了大概两个礼拜时间 把我们整个第三季操作的格局 操作的脉络 资金的配置 风险的控管 怎么样扎扎实实的再咬住一波 我认为今年第三季最好的一波行情 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每个季度能够掌握到这样的绩效 全部都是因为我们找到了 我们自己的获利方程式 领先市场去规划后续的盘式格局 所以临现阶段如果真的缺少一个幕料团队 帮你去找后续的盘式格局 规划一个方向 我只能告诉大家是说 股票名单真的非常多 那只怕你充足了一倍 你才去追类似像华尔克这57块3 等你验证了你就会套牢了 今年你要改变你的操作的一个迷思 想要第三季这波比较好做行情 你把它掌握起来 唯一的看盘重点 请刘老师给大家的投资锦囊一句话 接下来几天 无论如何 找到你认同 然后产业基本面目的股票 你自己加新抢红包 你自己买 不必看着刘老师的节目买 不要等到热盘四格局真的过985 解释上万点你才去追价 好不好 但是你想要赚得快赚得稳 那在这个相对高档区 我们还是要掌握想办法超越 全球市场的一个绩效 我认为你真的需要有一个 比较专业的操盘团队 来帮助你去掌握这盘四格局啦 所以我希望说 如果您觉得这盘四格局真的很难营运 我们不要时间拉得那么长 告诉你说上万点 其实刘老师从7000点一路告诉你说 这个大长线大架构的一个组成段的行情 从520跟你预告 从加全指数是8671告诉你 9220避过 9022避过 520三角形收敌一根长红 我就告诉你说 我没有在看9022 我在看9220 9220过告诉你说 9859 9309你为什么要讨论 从头到尾我们要掌握一个中期趋势波段 如果这一个大长多趋势的一个走势 到现在为止是正式确认的 你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找一个操盘团队 支援你在9000点 一样要抢赚自己加薪抢包行情 好不好 所以如果您在等待一个机会的 林老师说 我们不要时间拉到那么远 我们就很短期的锁定这一个季度 就锁定这一个季度 尤其我希望大家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每一波我们都是领先提前布局 圣诞节礼物 新年礼物 元宵节礼物 冬午节礼物 母亲节礼物 我希望你这一次可以公开的 在市场里面很主动很积极的 来跟六号师领总秋节礼物 因为我们认为第三季的行情 所有操盘是该准备的脉络 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那这个布局的权利 我优先带着我的会员朋友 进场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好不好 如果您还在等待一个机会的 那我们锁定短期的这一波行情 好先把这一波的行情想起来 那关于中长线波段怎么样规划 怎么样持股配置调整 这个都是以后的事 重点是这一波短期的行情 好这一波短期的行情 其实我真的很不想推短期的会员 这可能是今年最后一度 我推短期的一个会员 好不好 好那锁定第三季 我们资产管理专班 这个专案内容 那你想要跟着刘老师 去掌握超越自己 过去操作绩效的投资朋友 你自己继续主动一点好不好 那详细内容麻烦大家 好好的去掌握这个专案 休息两分钟之后再回来 并俊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并俊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请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货股票双振兆 实名板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固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钟 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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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排气密窗 专利复合是倒快 寻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男友 吹记贴 家用记贴 五分钟 好 那我们现场 那六老师很快速地帮大家扫描 这些都是相对稳健 我认为集体长期偏低 而且很明确 在我们的追踪 只是等待时间发酵 我认为有利空投资朋友都可以自己加薪 抢红包的类股自足群 包含如果中堂线你看好 入股的 只要回到15倍的一个 30倍的股价 15倍的股价净值比 那这里从这个位置点投资会 你不要去期待入股上证 一口气回升到6400点以上创新高 好 它只要回到3000点到4000点左右 保护升追踪入股的一个指数 它就有机会长线赚一倍 唯一的重点 那有什么股票比保护升更快赚一倍 好不好 这是国泰金 整个相形的大对称测量 你可以看到今天股价已经创新高 好料是在第一根藏红就跟你去做一个追踪 跟你预告5月6号出金融股的变盘转折 那这是玉山金 日线图的一个黄金交叉出现了 这是富邦金 如果你可以在利空的时候 40块钱以下布局 投资朋友很适合大长线来讲 一个中长线的投资 重点是利空买 来 这个是W底行的等幅相对称测量 有没有可能超越50挑战100 这是最基础的基数 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来 这是至关 暑假概念股的一个代表 你要开始去注意 要量缩回测的三尊底行的颈线 刚好结合暑假概念股 自己加进一下红包 这是华雅科 你可以不必急 但是华雅科如果长 今天传说记得的消息 美光 海力士航 美货 Netflix 价格涨价 特殊朋友记得 在4月28号 加权指数重挫到8671的时刻点 如果你懂得好的股票 值得你中压大满 好 投资朋友 这10张是赚40万 好 这是4月28号的时刻点 有没有可能买得到 你看到华雅科17、18号就喷出雷 华科涨完 会不会涨到下游的模组 好 如果你顺着资金 你知道资金会往这边走 好 一张股票 顺着资金走是占40万 一张股票 资金抽出的是跌50万 还是跟大家调调 顺着资金走 你赚钱就会很快 好不好 那关于后续的盘式格局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管盘式格局怎么样变化 那超盘团队会帮他盯着盘式格局 好 那国际股市这个脉络 资金额神要风险 现阶段什么股票 你投资 风险相对偏低 地润报酬高 好 在这边 我们可以跟大家很简单的分析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盘式格局一直涨上去 你眼睛看他涨 你错过这波行情会真的很可惜 因为真正组成这样的行情 没有太多压回让你满 所以你要强迫自己怎么办 一定要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资金 就提前卡位去布局这波行情了 那先买稳一点的股票嘛 好 那至于攻击型强的 你等它亮出来冲出去了 好 怎么样加减码 其实我们新的标的 我们盯盘的方向 刘老师都已经全线帮他准备出来了 好 所以重点是 好的 这边有 这个 我们有一阵子没有推专案了 那你已经错过这波行情的 好 我们关于资产管理专班 好 资产管理专班 不是单单只锁定宏达电 可能是格局高价记忆体再涨 我们就把资金配置高价记忆体 啊 网加再涨 我们就先去布置网加 好 总之盘面 谁会是下一波资金进行主轴 我就会带着我的会没有进场 去做一个切入 那既然标的这么多 你有我的使令来去掌握这波行情 是最扎持最稳健的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锁定第三季 一个短期 专案 详细内容麻烦大家 直接向选牛老师的服务人员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优优优独立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错过 不会再有 中越上林院 当初来到台湾的时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适应 也过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谢移民署队移新住民的帮忙 让我们免费上课 学习更有用的技能 学习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